哈喽大家好我是莫姨 今天要挑战炫耀的新单曲 Lip and Hip的仿妆 注意是仿妆不是仿人哦 因为每次做仿妆如果不像就被喷 我们是学习这个妆容啦 这次仿妆的重点是 发色眉毛美瞳肤色 一定要浅白 然后把胶点放在眼部和唇部 就要红红红 反正这次回归也是美初天际啦 好了我们赶紧开始吧 首先取一个五灰色来修饰五官的轮廓 我的鼻子比较大 所以下手会重一点 跟我有同款鼻子宝宝 可以这样子干 然后还有人中和嘴唇的下边缘 也要修饰一下 然后选一个浅棕色的眉笔 来描绘眉毛 眉形是有一点弯 又有一点粗的感觉 比较柔和 没有很硬的转角 换完又没刷刷一下 然后选一个金棕色来淡化眉毛 我的眉毛比较浓 所以刷了好几次才淡下来 好眉毛就ok啦 接下来是重要的眼妆部分啦 我选的是Nix的fire盘 先取一个米黄色 大面积的刷在眼皮 像这种饱和度比较高的眼妆呢 最好先加上一下眼窝 免得眼睛显肿 然后取珊瑚色来上第一层 眼尾稍稍往上带一点 让眼镜的形状更加的好看 然后再取一个大红色 继续连加 注意这个颜色远出来是桃红色 不过也很好看啦 眼尾也是要稍稍往上扬 增加一点妩媚感 冬天刷这种亚光眼影呢 明显感觉到不是太容易晕开 建议大家来回多刷一下 然后取土桃色和酒红色来加深眼尾 让眼睛不拉么显肿 然后用一个扁刷 在眼尾画一个粗的眼线 下眼影是先取一个珊瑚色 刷在下眼尖 注意眼头要流出来 然后再叠加一个大红色 接下来取寂寞黄来提亮眼角 这个颜色我超喜欢的 很特别 然后带一点在眼窝处 让眼妆更加的协调 接下来用黑色的眼线笔来描绘内眼线 稍微加深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眼线不是重点吗 然后用一个白色的眼线笔 画在下眼尖的凝膜上 在视觉上显得眼睛大一些 好 接下来是睫毛的部分 睫毛一定要夹翘 然后刷出存在感 注意刷的时候呢 要集中中间的部分来刷 两边可以不用太费劲 这样可以显得眼睛圆圆的 向睫毛刷出浓密感 不用太长 这次仿妆是用截图来做参考的 就完全靠眼泥了 好 眼妆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准备用一斤的绣绒粉来修饰脸部 开玩笑了 女生脸型是修长的 我是短云的 那就下手重一点了 口红呢是幸运的哑光的桃红色 先上第一层 唇妆也是一大挑战 因为我的嘴唇必须要大一倍吧 我觉得 我尽量画的小一点吧 大家不要嫌弃我 然后用摄影号的红色画一个唇线 让嘴唇饱满起来 最后用高光提亮一下梯子曲状就完成了 其实换完我就呵呵了 比女生差远好吧 好 那大家就只看这个状容吧 好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帮我转评赞和欢款的弹幕哦 谢谢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